时光飞快又是一年过去了,马上又要过年了 今年我携手ITALKBBTV向海外华人拜年了 2020是个不平常的一年,2021是牛年,看看这个祝福牛转乾坤 超市里已经很有年味,很多传统美食都上架了 还有我们华人喜欢的金橘树,代表着大吉大利 记得以前在家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都会给拜年的客人准备很多小吃 今天我也给大家准备些小吃,我们先来准备水果 我选水果的时候苹果是一定要有的,寓意着平平安安 橘子也是一定要有的,寓意着大吉大利 葡萄果实累累,代表着丰收和富裕 芒果有着财富的寓意 香蕉是智慧之果,传说斯加木尼就是特别喜欢吃香蕉 这样我的水果盘就准备好了,当然你也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来拜 现在我们来准备小吃,开口笑代表笑口常开 油炸饺,形状像小荷包,祝您新的一年荷包满满 喵来了,它实在是忍不住啊 每一种不同的小点心都有着不同的寓意 我们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另外还可以多准备一点糖果,甜甜蜜蜜 拿出我最好的茶来 烧一壶滚烫的热水 泡一杯热乎乎的茶 客人来了,请上座,我给大家敬杯茶 在新的一年里,恭祝大家新春吉祥,合家幸福,健康平安 我给大家拜年了,恭喜大家新年发财,新春吉祥 欢迎在ITalkBBTV原创专区关注我的美食和生活频道 彬彬有愿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请记得点赞评论 并点击关注我的频道,随时观看最新的视频 精彩世界,想你所爱 我在ITalkBBTV等着你 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吉祥